当前 中国女排的巴黎奥运之旅已圆满落幕 主教练蔡斌已率队凯旋归国 并随即解散 各主力队员将各自规划未来形成 在众多队员中 核心人物朱婷的动态 无一牵动着无数球迷的心弦 作为队伍中的领军人物 朱婷在本届奥运会上宣布了 这是她的最后一届奥运征程 且在赛场上 她的手腕就伤似乎再度成为挑战 蔡斌教练也证实了她是带伤上阵 因此 奥运会后 朱婷的未来规划是否选择退役 或能否继续为中国女排效力成为了公众关注的焦点 如今 距离中国女排回国已三日有余 一系列新动向逐渐明朗 首先 众所周知 朱婷在奥运前夕 已签约意大利甲级联赛竞旅 新赛季她将再度踏上流洋之路 进一步提升自我 因此 她的首要任务将是前往意大利俱乐部报道 为即将到来的赛季做足准备 然而 在此之前 朱婷或将先赴西班牙 对困扰已久的手腕伤势进行全面检查 确保无虞 毕竟 她曾坦言 手腕若再次重伤 恐将终结其排球生涯 这一风险不容小觑 团队定将谨慎行事 确保她在完全健康的状态下开启新的征程 此外 在投身海外联赛之前 朱婷或将珍惜这段宝贵的时光 回国与家人团聚 此前 她因备战世界女排联赛节奥运会 与家人聚少离多 未能静享天伦之乐 如今 奥运任务告一段落 新赛季尚未开启 她很有可能选择在国内陪伴家人 弥补这段缺失的时光 回顾本届奥运会 朱婷以30岁的年龄依旧倾尽全力 展现了非凡的竞技精神与毅力 即便在失利后 她难掩泪水 但这份坚持与热爱令人动容 我没有理由相信 无论是蔡冰教练还是赖亚文指导 都会全力支持朱婷继续追寻梦想 同时 李盈盈也在赛后采访中 普露心声 表达了对于未能实现 奖牌梦想的遗憾 以及对自己职业生涯的担忧 面对伤病与压力 她展现出了成熟与坚韧 对于她而言 现阶段的充分休息与恢复尤为重要 我们期待在洛杉矶奥运会上 再次见证她与朱婷等队员的辉煌时刻 最后 祝愿朱婷早日康复 继续在排球道路上追逐梦想 也期待中国女排未来更加辉煌的表现